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想借犹太人的《创富圣经》 《塔木德》里面的小小故事 叫做《公鸡故事》 作为一个比喻 与大家一起思考一下 香港楼价的合理性 这个故事也是同样 可以应用在所有商业的活动里面 很精彩的故事 记得看到这条片的最尾了 支持阅读 支持文化工作 如果我没得了 没人做的了 没人讲书的了 还不继续VIP? 首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话说这个农村里面 就有一个老农夫 老农夫就是养鸡为生的 它就有一千只鸡 一千只鸡平时它卖多少钱呢? 一只鸡呢? 通常卖给酒楼、餐厅拿货 就十元美金一只 大约是七十几百一只 就是走地鸡、家美鸡的朋友 都是一些好东西来的 但有一天有个犹太人 就来到这个农夫的农庄里面 看到那些鸡一只 又肥美、又好像很健身的 就说 咦?老板 我想买你的鸡 又想采购你全部的鸡回去 那这次我有一个客人 就开餐厅的 我想首先和你买这个八百只鸡 那你开多少钱呢? 犹太人就说 我开四十元美金一只 哇!这么多钱? 那这个老农夫就顾作镇定 就说 嗯...我的鸡都是很漂亮的 是值四十元的 好吧! 那就卖给你了 那就卖了八百只鸡 四十元一只 那就赚大钱了 农夫很开心了 那接着就觉得自己天降横财了 然后呢 过几天呢 这个犹太人就回到这个农夫 就跟老农夫说 喂!农夫!农夫! 你上次的鸡啊 我们的客人吃过 真是好喜欢 真是超正 那所以呢 这次呢 我有另一个酒宴 想用你这些鸡的 那我就想买你剩下的二百只鸡 那我这次开价呢 就不会亏待你的 我可以八十元美金一只鸡 农夫就心想 喂!这么笨 那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我又卖给你了 那接着呢 再过几天了 那这个犹太人呢 这伤人又回来 跟这个农夫说 今次呢 这件事大生意啊 我另外有一个客人呢 他就慕名而来 知道呢 你出这只鸡 真是好正 那所以呢 今次呢 想跟你直接买一千只 那农夫说 啊!这么正? 那你出多少钱啊? 那犹太人就说 今次呢 就不会亏待你了 真的 我出一百五十元美金一只 跟你买 他就觉得 喂! 但是我现在没有鸡啊 你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我都要养的 或者是我要去 熟那些香里那里 就筹回来 筹回同样质素的 好的鸡给你 那犹太人就说 好了 那我们过几天见了 那然后呢 就老农夫 就去了第二条村落了 去了第二条村落 就找了一个养鸡的鸡龙 就是和他同样 差不多的款式的鸡 那然后呢 这个老农夫就问 那个鸡龙 就说 啊!我想买你这些 走地鸡啊 我想买你这些 买你一千只 那请问你多少钱啊 那另外一条村的那个农夫就说 哦!最近呢 那些鸡的行钱都比较看肖啊 那所以呢 最近鸡都我们都不够买 因为很多人都找了 很多商人都找着 那现在我有一批在这里的 那也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便宜的 这一批鸡呢 一百块美金一只的 那老农夫心想 哇!这么贵的? 那但是不是啊 这个犹太人说 开百五元 他过来和我买啊 那不如我照买回去先吧 那接着呢 他就真的将成库身家 就买了一千只鸡 那故事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结果是怎样的了 就是犹太人就没再出现过了 犹太商人没再出现过了 而这次这一批东西呢 其实隔离村的那个农夫呢 根本就是犹太人的人来的 那所以其实整个局 就是想报一个局 去赚这个老农夫的钱 第一 将他本身的鸡赚光了 第二就是 拿一笔很大笔的钱 买了个完全不合理的价格的 一些鸡回来 结果就没人要 最终可能要十块一只买出去 那其实这个故事 都非常之有教育意义啦 大家可以都思考一下 和我们身处的环境 或者是和香港的楼价 你会想到一些联系呢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我有这样的思考 对于香港的楼 我不是说一定是骗你 或者香港的楼一定不能买 不是这样 我反而想思考一下到底是 现在楼价 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用什么方式去衡量呢 我们的衡量标准是怎样呢 我们是用市场的状况 交易的状况 交易的热烈程度 就是说新盘都推完了 还是用过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呢 如果我们用过往的历史数据来看 去判断今天这个 这个价值 譬如楼价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犯了农夫的错误 因为农夫就会觉得 一开始有10元 接着40元 接着80元 然后150元跟我买 这个就是过往的历史价 我有理由相信 150元是会保持住 或者下次300元一只 如果你是这样的时间 你就很容易买赢的 这是第一个思考 所以我们要去回想一下 一个重点就是 到底这个东西 我会愿意付多少钱 它的实质价值是多少 那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主观 也可以有客观的数据去看 所以大家就一定 不要犯老农夫的错误了 第二个思考就是 到底你是犹太人还是老农夫呢 在这个市场里面 两种人都有的 多数被洪流推着走的都是农夫来的 就是说他只是被动 应对市场的潮流而已 这帮人多数都是农夫 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面 农夫是因为有犹太人过来 有说想要 他就觉得 现在市场是流行着这些鸡 他就去买几个重伏 整个市场里面 犹太人也有 老农夫也有 到底你是哪一种呢 第三个思考的点就是 这个整个交易是公平的交易来的 其实如果老农夫是见好就收的话呢 如果他是赚了这个犹太人两次 用四倍的价钱 用八倍的价钱 卖了两次给犹太人了 当然现实的情况不会这样 这个是一个故事 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的事情 其实这个损失就不是农夫了 损失了一个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的陷阱就装不了农夫了 即是农夫是会赚大钱的 也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只要你不贪的话 其实你不会死的 有很多人就因为过往 曾经吃过一些甜头 就觉得这次都会同样地出现 在香港的情况就是 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 因为楼市赚过很多很多钱 我自己也有些朋友 真的曾经是炒楼 炒到有数亿计的身家 但最后是以多少亿计身家 都可以输到一贫如洗 因为他太过进取 所以你不贪就不会死 还有过往吃过甜头的地方 今天未必可以吃得回 就算是又吃得回同一个甜头 未必是同一个地方 即是可能你觉得楼市是一样好的东西 曾经香港是非常好的 楼市发展的地方 但可能今天楼市依然是一个好的投资品 但还有没有香港呢 这个都是大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整件事里面 你会看到尤太人和农夫的关系 尤太人的生意方式是完全合法的 即是就算农夫把他告上法庭 其实也没用的 告他不进入的 因为你自己贪心 你自己做一个公开市场里的交易 尤太人做生意的地方就是他是不犯法 但很懂得转空子 懂得看合约那些条款 是吧 捉你的势位来赚你大钱 是的 他将这件事当做一种好像博弈那样 这样去做交易 所以尤太人很厉害 而这个市场上面是有很多人 都是有这么聪明的智慧 他用完全合法的方式来做交易来赚你的钱 所以如果你是老农夫的话 被潮流推着走入北京思考的话 很容易就死的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对今天楼市的看法 下次聊 但我想说就是在一个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大家都这么暴虑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沟通就不可以说 道理在我们那里就是对的 那我就应该理直气壮 所有东西就是大大声那样 那不是很好用的 因为在极端的环境下 别人就不是跟你说道理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用温和方式 不要激怒别人的方式和别人沟通的